入南 驻马殿市东部的一座小县城 凌晨四点 吴燕和丈夫像往常一样 已经开工 学会油炸面 给个现场都不敢 这是老年人的话 散资 传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 寒时节使用 如今已成为汝南人熟悉 并热衷的早餐 刚出锅的伞子最为香脆 与丸子汤最势相配 丸子汤的高温瞬间融化伞子 这样的一碗汤 在汝南随处可见 汝南历史上 人们已掌握 拥有两千七百多年历史的 把伞子的制作技艺为荣 伞子在给人带来荣耀的同时 也意味着它对制作人 有着极高的要求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 愿意掌握这门技艺 吴燕和丈夫是少有的 坚持做伞子的年轻人 至少来回十二遍 持续半个小时的揣面 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面的揉韧性 这些传统的规矩 这些传统的规矩 做伞子的手艺人必须严格遵守 19年前 吴燕和丈夫从乡村来到城市 来到汝南后 吴燕和丈夫一起 开始学习做伞子 19年的历练 已经让他手上的功夫游刃有余 开始我是待在照眼睛看了 现在都清晰 干净我都做好了 往上一划划 重要达到的 拉长搓细 将盘好的直径约为三厘米的粗条 搓成直径不足零点五厘米的细条 吴燕手下的力度恰到 从妻子手中接过细条 再把搓好的细条 再次环绕盘放入盆 整个过程 夫妻两人配合默契 一起合成 在掌握了做伞子记忆的同时 吴燕也接受了 这个行当的苦衷 你又插不干你 就不要讲心上了 我还冒你就不要讲了 他是有眼睛兄弟 那你也没来来 但这并不阻碍他们乐观的生活 每天准时出门砸伞子 已经成为两个人多年来的习惯 我这个性子我可以知道了 我到哪都该笑你 浸泡在香油中的细条弹拉力已经恰到好处 吴燕再次显示功夫的时候到了 依序缠绕在左手上 在缠绕的过程中再次拉长 吴燕的手法足够嫌熟 但伞子的最终橙色还要依赖一双巧快 从吴燕手中准确接过伞条 伞子入油锅后 要进行最后一次拉长 要保证伞条极细而不断 并在伞子条变碎之前进行缠绕翻转 这个时候容不得半点马虎 凭借一门手艺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 获得街坊四邻的认可 吴燕和丈夫依靠坐伞子 在这个城市顽强地生存下来 夫妻两人的儿子正读初三 功课繁忙不常回家 每天的行程吴燕都安排得很晚 对他来说 忙碌的一天过后 让他最感到欣慰的 是可以用自己炸的伞子 做一顿热乎乎的饺子 伞子揉碎后与鸡蛋、韭菜一起搅拌做成饺子馅 这是汝南人将伞子与食物融合的 另外一种巧妙方式 吴燕喜欢这种做法 这里有他熟悉又引以为豪的味道 吃饭啊 我两个很少给家人做吃了 这个短的饭完 他把饭完也饭 对两个人来说 不论在外如何辛苦 回到家后 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 就是他们最大的满足 伞子的酥脆 在水分的作用下 变得软糯 香气吸人 嗯 还行得高 这份熟悉的味道 成为两人心头最踏实 最温暖的滋味 妈妈他们起来 一样我 一样我 干嘛 你干嘛 近二十年的时光 改变的是两个人的容颜 不变的 是一直为生活乐观向上勇敢的心 我 是一直为生活乐观向上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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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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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